107罗帽造型 那罗帽造型呢 我们这边 先画 这一个 六边形跟中间这个圆 所以这里呢 点选草惠 点选TOP面 点选草惠 然后呢 这边选择调色盘 然后 六边形 关闭 这个移到中间来 然后呢 这边 我们转个角度 好让这一个 是 角度这个是朝这里 好 然后呢他这边告诉我们的 这一个呢 多边形的大小是 41就是 这里 到这里的距离 这个要 删除 这边是41 好 也就是这里 这里是41 这边 41 也这里到 这里的距离是41 然后里面的圆是 直径30 所以 这边 这边再画一个圆 好 直径是30 好 打购 好那 完了之后呢 好 Ctrl D 好 我们 引申 做对称 好 然后引申的 距离是多少 18 所以这边打18 好 打购 好 然后完毕之后呢 好 这里告诉我们 这边的斜角度是30 好 然后里面我们要画一个 直径41的圆 来当扫略的路径 好 所以这边呢 炒灰 这个面 炒灰 然后 点选圆 好 这边是41 好 确定 好 Ctrl D 好然后呢 这边 点选扫略 好 然后点选这个按钮 好 然后呢 这个点在这里 然后我们直接 画 这一个 线 然后垂直 到这里 这个点 好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抓 这个角度就好 这个角度它告诉我们是多少 30度 所以我们这边给30 好 Duck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要做删除的动作 Duck Ctrl D 好 那完毕之后呢 这边 我们 要做 对称 所以点选它之后呢 镜像 这个面 Duck 好 好 那这样子 就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呢 坐标系 坐标系 好 那坐标系呢 它是长在 上面这里 这边是S 这边是Y 所以这边呢 坐标系 S是这里 所以先点这个面 Ctrl键按住再点 Front 然后再点 这一个 平面 好 那 S在这里 Y Y要反向 好 确定 好 那所以第1个呢 表面积为何 好 分析 质量属性 选这个 坐标系 好 表面积是这里 这里 好 然后呢 第2个呢 是体积 体积是这里 好 然后第3个呢 他要变更尺寸 变更尺寸 好 D1改成37 D1 来这里呢 草惠 编辑定义 好 D1是指 这里 好 30 改成37 好 D2呢 D2改50 那这等一下 来然后这里呢 Ctrl D之后 隐身 右键 编辑定义 隐身的 H 改成 23 所以这边是 23 OK 好 然后呢 D2改成50 D2这里 这个改成50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又回来草惠 这边打勾 草惠 右键 编辑定义 好 这里 这里要改成50 好 打勾 然后呢 这边 右键 编辑定义 B 这边也是要改成50 打勾 好 Ctrl D 好 那这边告诉我们 他的表面积 表面积 一样 做标系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 AB2点 A到B AB2点 A是这一点 B是这一点 好 所以这时候呢 选择测量 A是这个 做标系 B Ctrl 按住 点这个点 所以B是 这一个 B B是这个 所以出来是 答案是这个 好 以上这边是107 体的部分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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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